大家好 我是盖伊 上週發了一支防疫期間 健身網紅的私生活男生版 今天帶來大家期待依舊的女生版 首先來介紹今天的來賓 台灣現役保齡球國手 季妹 台灣女性的好榜一樣 同時也是麥克林的台灣大使 Ashley 台灣唯二跟萬千約的女格鬥選手 吳喬真 高強度間歇有氧大神 美 台澳混血 但是是我們正港的台灣小孩 我們的雅蘭 女性的好榜樣 健身教練 女力的Hannah 同為女性的好榜樣 女力的Candy 拉布拉多小貓咪 珊珊 第一題呢 防疫期間呢 你的生活跟遺忘有沒有什麼比較大的差異 因為防疫都待在家的關係啊 就超悶的 就不能出門啊 老師你平常是愛出門的人 我平常超白 可是現在不能出門 反而讓我很想出門 之前上班都是早晚上班 下午就要趕訓練 那現在因為疫情的關係 班表比較少一點 道館啊 健身房都已經沒有開 所以我就不需要趕來趕去 最大的差別就是不能去健身房 然後不能去吃我最愛的美食餐廳 像我不能用工作的藉口 倒數台灣跑跑照 最近變得非常愛打掃家裡 就是那種會停不下來的 在你沒有愛打掃家裡之前是誰 誰不是選嗎 你老公嗎 比較 比較長 我真的減少超多活動量的 晚上上課時間我就是會出去 教課 所以現在就是防疫期間 我覺得少最多就是 出去教課的這一部分 或者是在家工作 唯一的差異就是週末不能出門 跟吃的比較健康 很多出去玩的活動 聚會工作被取消了 但其實其他東西對我來說沒什麼影響 疫情期間呢 你是怎麼維持你的訓練量 如果是球技的話 就是異象訓練 那如果是體能的話 就是只能在家裡 做一些居家的訓練 像我在練曲球 我走在路上有時候就是 手會一直在那邊轉 啊 你也會嗎 你打飛碟球 你走在路上也會一直 也會一直轉 邊走邊 邊走邊甩這樣 在家裡做居家訓練 有沒有健身房對你來講 其實影響沒有到非常大 其實還是很大 我覺得很多東西 是居家訓練辦不到的 疫情的話 我也是維持每天都會練 如果我這天有排上班的話 我可能今天練一餐 那如果我今天沒有上班 我可能可以早晚都練 所以你反而多了更多的訓練時間 對 可是因為訓練夥伴沒有那麼多 所以其實訓練的效果啊 或者是對象就會比較差一點點 我在家裡有啞鈴 還有主力帶 也會自己安排居家的課表 基本上還是可以維持 其實沒有辦法欸 但是我有因為現在都在家裡訓練 就重新排課表 用我有的東西重新去 排一個我覺得比較有效率的訓練方式 因為疫情的期間 我反而多了一點時間可以訓練 以前可能有時候忙嘛 拍攝幹嘛 你可能就是沒有辦法按表操課 然後因為我家裡有一些 就是我教室的一些什麼 狐靈、雅鈴、TRX這些東西 然後還有拉力帶 所以我大概就是 可以用這些東西完成我的訓練 我很幸運的是 我在疫情前打造自己的HOME DREAM 所以我現在完全不需要去健身房 我在自己家就可以完成訓練 一直在找事情做 跳繩啊 然後我玩那個 我玩那個INDOWBO 然後還有自己本來 就有在練習的瑜伽 每一次如果有下樓的話 就會走樓梯上樓 我就在11樓 然後我就不打電梯 我就會這樣 你走樓梯走11樓 疫情期間 你最害怕的一件事情是什麼 我最害怕就是 當解封了之後 我到球館了 然後不會打球 丟球11站 對 就是被害怕 就是不知道該怎麼去重新找那個節奏 染疫 其實我覺得我染疫應該也沒事 主要是怕傳給家人 我其實也想過這個問題 想想不是自己染疫 而是可能家人 可能長輩 染疫 然後變成說 往後沒有辦法好好的跟他們相處 我真的超級害怕 身邊的人 朋友啊 親友 或者是自己染疫 因為我知道這次的病毒很嚴重 而且 它有一些副作用是不可逆的 那不管是對運動員 對正常人 他的一些身體健康都會有影響 所以我真的超級怕得到 得到這個病毒了 最害怕的事情 就是感覺什麼事情都是一個未知數 有很多的不確定性 然後不知道這個狀態還要維持多久 應該是說我很怕我自己不小心 然後感染到 然後還給我兒子啊 還是家裡年長者 因為我覺得他們是 算是風險比較高的人 所以我比較害怕這個 我覺得最害怕 老實說還是變胖吧 我們這些靠身體吃飯的人 沒事就是去開一下冰箱 然後開一下零食櫃 就是染疫 我自己中標還好 我是怕自己中標傳染給比較年長的家人 我很怕我阿公阿嬤他們會不會被感染 在彰化他們是有在營業 我們家是賣米的 所以我就很怕他們會不會被感染 但是他們看起來到現在都還是沒事 應該是防疫觀念也還蠻好的 有空就打個電話給他們 我剛剛才打電話給他 就是說當午節快樂 疫情結束後如果你上健身房 你第一個會練爆的部位是哪裡 腿是我最在意的部分 臀部 這其實有兩個層面 第一個是 你平常可能最在意你自己的臀部 第二個是 臀部真的是算是 要上健身房會有比較好的效果是嗎 對這兩個答案都是 都是 如果我到健身房我一定要拼命找藥球 然後拼命摔東西 道館跟大家對練 我要拼命打 然後拼命撞牆壁 拼命摔地板 就是什麼可以撞來撞去 我一定要做這樣子 肯定是槓鈴的動作 現在完全沒辦法做槓鈴 打重量很難過很不錯 會 我還蠻懷念史密斯跟腿腿肌 其實腿部肌肉就是居家訓練 真的比較難做到高強度 就是覺得累 可是它沒有讓我那種 可以一直加重加重 因為你想像你拿牙齡好了 那種感覺就是不一樣 我就覺得手已經握力已經沒有了 可是我腿我覺得還可以再來一點 你知道那個感覺 沒錯 完全可以逼去 我一定會先做個破百的臀腿 然後再做個很重的硬舉 不是還好 因為我現在每天在家的時候 還是我在訓練 絕對是臀部 很重要的一個動作是槓鈴臀推 那如果你在家完全沒有槓片槓鈴的話 你槓鈴臀推沒有辦法做 其實我覺得你的臀部曲線會差蠻多 所以我覺得練爆應該是槓鈴臀推這個動作 顏值對運動員來說重要嗎 認真不重要 如果是技術跟顏值的話 我覺得顏值差不多占30%就可以了 不重要 30%就可以了 還好吧 實力才是一切最重要的 對 顏值大概是看每個人的喜好嘛 搞不好人家覺得你超級帥 那有些人覺得還好 重點是你的表現 還有你的個人特色 我覺得不重要 但是如果要當健身網紅的話 還蠻重要的 長得好看的話 可能你要當網紅會比較吃香 所以我可能有一點點小吃香 太吃香了 簡直贏著起跑點 我覺得一定可以加分啦 我覺得當然是身材是比較重要的 可是我真的覺得這整體美觀 還是可以幫你大加分 我個人是覺得 就是你想要傳達的東西 給你在做的事情 是有內容的 會比較重要 你只是有顏值的話 事實上漂亮的人太多了 你那些model演員 然後明星他們都多漂亮 但是比漂亮是比不完的 我覺得至少要在平均左右 我們的存在意義更像是說 鼓勵大家去運動 然後他可能會覺得說 原來運動是可以讓你的身材變好 變自信變強 都是這麼開心的一件事情 你看起來這樣一點很美 然後我也想要變成這樣 的這個狀態 所以我覺得一個 顏值可能還是稍微要有一點點 就是不能太差 但是不一定說真的要美到 像那些大王妹一樣 在這個社會當中算是重要 因為畢竟這個社會還是喜歡看帥哥美女 例如像蓋衣那麼紅 就是因為蓋衣真的蠻帥的 你會想要擁有哪一位動漫人物的身材嗎 北少女戰士 月兔 對這個黃色頭 金頭髮那個 可是他看起來沒有練腿 他看起來就是瘦瘦高高 然後很正義這樣 娜美 那應該是很多女性都會想要有的 胸部很大 腰超細的 屁股也很大 對 所以反倒不是什麼 可能健美的身材 反而是這種 你不是我們健美身材的嗎 像是 你有看過獵人嗎 沒有 那你應該不知道裡面有一個 叫比斯吉 其實我覺得我想要像影魂裡面的神樂 就是看起來小小子的 可是他有超大的怪力 然後他的戰鬥力又超強 可以隱藏在人間當中 我覺得這個還不錯 卡古拉講 神樂 對 你就是月兔協同 蓋爾加佐的身材真的超好的 我很喜歡他的身材 但我最喜歡黑寡婦啦 穿那個黑色那一套 站發出來的那種性感味 我覺得就是相關 當然是娜美啊 哇 娜美 可是娜美他也不算是 運動型的身材啊 對啊 他就很不科學啊 有他的身材的話 是不是就不要練了 對 稍微撞反一點點的神力女超人 他還算是偏瘦 還不算是健美身材 我覺得你應該也差不多 你的線條什麼 感覺看起來都比他好 娜美或者是蛇姬 跟他們兩個長的身材其實基本上差不多的 我應該比較天蛇姬 因為他頭髮是長的黑的 然後長的脂肪 你覺得健身者運動員有沒有什麼職業病 心裡面比較會有一點點 每當回到那個球場的時候 跟朋友一起的話 有的時候會沒有辦法把自己放得很開來 因為我會覺得說 那個是我的一個專項運動 吃東西會先想他的營養組成 抱小孩會先練一下餓頭 我去公園或者是走在路上 看到有一個像橫桿的東西 我都會想要抓上去 然後拉一下這樣 就是想要秀一下自己的陰體 我覺得可能跟我一起出去吃飯 如果沒有健身的習慣 一定會很討厭 因為我會先就是 預先查好菜單啦 餐廳的菜單啦 不然就是去超市買東西 我一定會花很多的時間 因為我會先看後面的營養標示 大家開開心心要吃飯 可是你會在那邊 欸這個脂肪太高 這個不營養 就會介紹一下 對 有時候在健身場看到 有人在亂練的時候 你就會很想去糾正他 三天不運動就會覺得面目可正 有時候聽到一些路人在討論 他們是就是做一些什麼事情 然後說那是練哪裡 那是練什麼的時候 然後就會很想要在旁邊 悶悶的說 其實那個不是練哪裡 你如果想要練那裡的話 你應該要怎麼練 然後有時候會很想要加入話題 憂政別人 或者是跟他說 欸那樣其實會受傷什麼的 你就變紅之後啊 你有沒有什麼 好處跟壞處 好處就是 知名度變得比較好一點 壞處的話就是我現在比較常 被人家在球館認出來 然後就會有這種偷拍的這種 動作產生 就會讓我在練習的時候 會有點 彆扭彆扭的 想要去哪一間健身房 好像幾乎都可以去 就是刷臉就可以進去 壞處就是 沒有辦法很自在的做自己嘛 好處跟壞處其實是差不多的 你現在等於你講的話是 有一點點公信力 都要更謹言盛行一點 因為你需要對你自己說的話負責 好處就是 有很多衣服都不用買 這倒是 可以省下買彩妝品跟買衣服的錢 壞處就是 感覺有時候自己會太過在意網友的評論 然後會影響自己的心情 就是要一直練習 自己的抗壓力這樣子 壞處我不會太邋遢 比較整理一下 因為你可能突然有人要請你拍照的話 太邋遢真的沒有禮貌 然後那個照片突然你又不想要被分享 所以還是 你會不想要轉發 把我拍太瘦了就想說 真的要不要轉發 我覺得好處就是 更有機會去嘗試一些新的東西 例如說可能會有新的雞胸肉啊 或者是新的一些什麼東西 你就會去嘗試到這些新的東西 你會知道你自己喜不喜歡 比較不好的方向就是 就會很容易被放大檢視吧 例如說網路上面啊或是什麼樣 你可能有一些發言比較不中立 或是比較個人立場的時候 有時候就會有一些別的聲音等等的 壞處就是 我相信每個人都有這樣的想法 就是大家拿著放大鏡 檢視你的一舉一動 你每一個 每一句話都要非常少 直接現實的就是 好處就是你今天推的產品就是比較好賣 要做什麼自己的品牌 那當然也就是會 一開始成功會比較快一點 我覺得最大的好處是 就是你想要傳達給大家的話 比較有機會被聽到 壞處的話 我這邊是還好耶 不太會有酸病在我板上出現 會不會這樣講完就開始出現啊 就是 再來的問題是 你喜歡哪種類型的對象 我喜歡那種長得很壞的那一種 是長得很壞喔 不是長壞喔 夠壞嗎 你嗎 我覺得你在沒有留這個鬍子之前 沒有 現在留的這個好像比較壞一點 太壞了 三觀相近 興趣相近 好溝通好聊 然後大家的理念是一樣的 對 但你不會覺得這樣有點無聊嗎 就有些人他會想找比較互補類型的 他就可以看到跟自己不一樣的觀點 這個想法不錯 我沒想過耶 他除了喜歡運動之外 他能夠接受我需要跟很多異性對象 對練碰撞 甚至我常常會受傷 面對需要比賽的壓力什麼的 我覺得他需要更多體諒吧 還有理解 我覺得要很腳踏實地 聰明又幽默又善良 當然像我老公這樣啊 這還要問嗎 又帥又好笑 然後身材又好 身材又好 我喜歡那種 跟他在一起可以很瘋的人 可以一起冒險啊 嘗試很多新的事物 然後這樣用幽默風趣不無聊 害羞 靦腆 但是身材卻蠻壯的人 阿不就 Daniel 阿不就你老公嗎 害羞 靦腆 身材練得好 就是他 Yo Daniel Hello Hello 我有訓練跟沒訓練 我都喜歡有肌肉的男生 真的喔 對阿我以前就喜歡 有訓練痕跡的男生 但是以前不會到說這麼壯或什麼的 就是有在健身之後就發現 那麼壯其實 後來慢慢就是口味 就是看習慣之後就覺得 欸 你是這麼壯也沒有到超壯啊 就真的要到超超超壯 你才會覺得很誇張 請說出一個自己跟蓋伊最大的優點 我覺得我的笑點很低也是算是一個優點欸 因為不管我就是會一直笑啊 人家聽了就很開心吧 阿我覺得蓋伊最大的優點就是 他真的是很樂於幫助 然後跟他很認真 就是我從他身上綁 你還有一個很大的優點 溫柔 我很溫柔嗎 你還記得嗎 有一次我們在牙環打球 喔我記得我記得 然後我打得很爛 但是我是用風球 但是我打得很爛 如果是 記X他會笑我 但是你是鼓勵我 然後還幫我想辦法解決 而且那一天打完球 我還忘記付錢 你還幫我付錢 你還沒跟我講 是我後來自己想到 我才問 太貼心了 但是我後來有匯錢給你對不對 哇有有 我有付錢 我只是忘記 我只是忘記 我喜歡那種很壞的那一種 忘記付錢 太壞了 那我先說蓋伊 我覺得蓋伊很暖 體溫很高 那我的話 蛤 沒有沒有沒事 我的話喔 我最大的優點不知道欸 可能很 我不知道沒有 我想到你有一個很強烈的優點 不知道你同不同意 就是獨立 可以很好的 安排好自己的事情 然後去實踐它 不太需要別人在旁邊 督促你過幹嘛 你做什麼事情 你就是遇到任何挑戰 你都會去面對 而且你會親力親為 而且你還會把 所有的東西做到最好 你會把它做到最棒 因為我有看過你比賽 你把一個比賽比得超好 而且你還讓你自己的技術什麼都提升 所以我知道對自我要求跟責任性相當高 這是我非常敬佩的地方 那我覺得對自己的話 我覺得我也是屬於那種 一旦接受了我就會全力以赴的設定 我算比較謙虛的人 我比較不會太驕傲 我希望我能夠一直維持這樣的自己 我覺得巧真真的是抗壓性真的非常強 因為我自己也打過一場小比賽 所以我知道那個 你要去打格鬥上場前 那可能一兩個月備賽 跟上場當天壓力我覺得很大 而且尤其你又站上國際的格鬥舞台 壓力真的是一般人很難想像的 我覺得我是蠻堅持不懈跟堅持初心的人 尤其的話 這個我可能要考慮個十分鐘 太多了 太多了不好說 我們也交手過早次我想一下 我覺得你是一個很認真很全力以赴的男人 妹你有一個特質 以自己為傲 但他這個驕傲他不是高傲 也不是自大 以自己為傲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棒的特質 我覺得我自己還蠻慶幸 就是我是那種 比較不容易煩惱的人 就是那種一覺入睡 我也不太會有失眠的狀況 就是每天都還蠻開心的 我覺得你跟我很像欸 我超難睡的欸 我每天睡覺就想東想西 然後一個兩個小時就過去了 那我覺得你的優點 至少我就是觀察到 就是你還蠻會傾傾別人的 就是還蠻有禮貌 我們在對談的時候 你對對對就是你都是那種 先聽人家講完話 然後再反饋這種的 我覺得雅蘭是一個非常樂觀 而且有一個正能量 我每次看到你 你就是笑得很開心 我心情就很好 就會受你影響 你的朋友就會很喜歡跟你相處 我覺得在健身的人 有些會非常執著在自己的領域 我就是健力 然後我就是健美之類的 我自己是比較喜歡多方面去嘗試的 自從看你開始就是做很多跳繩的東西的時候 我覺得很棒 不完全只是局限在一個世界 當然變強壯變美觀 這事當然是我們需要的嘛 但是我覺得最重要的一點還是就是 我們身體的體能 跟你的整體活動度的改善 這是我覺得是我運動的初衷 你在做地球說推廣跳繩這些東西啊 或是別向的運動專上這件事情 就做得很棒 所以我覺得這事情 超級超級棒的一個地方 我自己的優點 經營這個平台開始到現在 我真的都是實話實說 好的就是好的 不好的就是不好 我不喜歡就是不喜歡 我很堅持我自己在做的事情 就是莫忘初衷這四個字 一直記在心裡的 我覺得你超級無敵資源 你活動超級多的 對 那你都有辦法把它切割 安排得很好 看到還有一個很強的東西 你算是我的跳繩的前輩對不對 在我還沒開始跳繩的時候 你在2018年的時候 我就看過你可以跳超順暢的二迴旋 這也太厲害了吧 可是我那個時候 因為我練Crospeed Crospeed Crospeed要二迴旋 對然後所以我那時候 就花了很多時間去解鎖這個項目 我就沒有去跳像你那種花式的 我曾經有看著你的影片 就是什麼 角的分比去做這些事情 我就是一直被編 然後編到我就是覺得 啊回到我當時在練二迴旋的那時候的 心情 我可能是 比較自然 你我最喜歡你的事情 就是你每嘗試一個新的東西 就是會 真的去給它做下去 然後會很堅持把它做到一個程度 你有非常強烈的好奇心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接受新的事物 一個很重要的特質 我覺得自己最大的優點就是 我是一個滿樂觀正向的人 蓋伊最大的優點就是 你的頻道會讓人家覺得健身 並不是只局限在健身房 然後你有很多的體能挑戰 還有甚至什麼 躲避球消防員的那些挑戰 會讓大家覺得 你今天健身並不是只有好看的目的 而是你真的把它放在 你的日常生活當中的那種感覺 讓大家會很想要看你的頻道 喔 謝謝 謝謝 有一次我們在那個 聽Jone的會場上閒聊 我只是講一下 欸我的手會乾裂啊幹嘛 Kennys就馬上 他就說欸好 推有一個很好的可以插在手上的藥 什麼我回去寄給你 我一開始想說 嗯應該就是大家磕磕氣氣這樣 結果下個禮拜我就收到了 然後想說哇 這個人也太貼心了吧 因為你那個Scanlet 我真的可以了解那個痛苦 特別是你要拿槓鈴會流血 所以我就覺得 我一定要趕快寄給你 不然你會 因為我就是他那個藥好的 所以 喔 這件事情我一直放在心裡面 喔 感恩 下一個問題 最想跟蓋伊拍什麼影片 蓋伊你會跳舞嗎 有欸有欸 最近很紅的什麼 Just Dance你知道嗎 想跟我拍Switch跳舞影片 那不就跳得很動感嗎 真的 OK的 都好啊 不會特別排斥什麼 因為我看蓋伊很多都是那種 都身體活動的 我覺得那種可能就會蠻吃力 但是可能也會有另外一個效果 就蠻好玩這樣 新的領域可以玩一下 我想要跟蓋伊拍一個 關於綜合國鬥 喔 TWINS 不要說啦 我已經準備好了 這個我帶就好了 這個我帶 1的選手欸 隨隨便便就把我打趴了吧 我還不保護一下自己 哪有 或許之後可以拍跟吃有關的 因為我很喜歡吃 之前最早我跟你拍片 你請我吃那個鐵板燒 然後我吃很多 我還吃你的 就是那一天你開導我 叫我開Youtube 所以你看 現在是不是做得很成功 所以怎樣 你要跟我收費了嗎 對啊 你這個該分紅了吧 對不對 對 掰掰我要關掉視訊了 我想要帶你去 吃台灣美食 介紹台灣美食給你 你認為 我對台灣美食還不夠了解 對 你為什麼不帶我去澳洲 吃澳洲美食 我想要跟你一起 跑一個Crossbeat的課表 WOD 我那時候有看到你的影片做Murphy 超崩潰的 因為我自己有做過Murphy 有在做Crossbeat女生 也有在經營平台的不多 我在2018年的時候 其實就有在跳繩 或是一直在推廣Crossbeat這個訓練 疫情結束之後 我來安排一下 我來挑戰你 好好好 OKOK 期待喔 我想要跟剛才一拍 球類的戶外影片 因為我上次看到 Tenback 加入你們那個左臂球 我覺得超好玩 所以我想要加入任何 就關球類的運動影片 一隻 一起跳繩 一隻一起跳出皮膚 比如說我可以先找你 然後你先教我 我回來之後我自己練習 我再去找你 再幫我驗收 去找你的時候 我也順便教你幾招跳繩 然後下一次我們就一起驗收對方 可以 交換 不叫做那個 技能交換 對對對 最後就是 請用一句話幫大家加油打氣 台灣加油 你家有床戶 你可以多曬點太陽 跟朋友講講Facetime 多吃維他命D 因為我們現在沒有太多陽光 我覺得心理的健康也很重要 健康真的是無價的 維持自己的健康 只要疫情它一結束 我們都能夠回到原本生活的樣子 那大家加油 我覺得現在這種共體時間的時候 大家就待在家裡 把妹的運動給做爆 雨過之後終究會是晴天 雖然有點很老套啦 但是 我覺得這是真的 這個就是一個階段 然後 我們大家只要一起努力 一起做好防疫 我相信 都可以撐過去 然後我覺得最重要之道 就是要感謝 一直保護我們的防疫 這些勇士們 真的 對 謝謝你們大家的付出 然後讓我們都還可以這麼的 安心舒適的在家中 大家都會在平台上面 或是不管在YouTube上 IG上還是各平台 鼓勵大家一起運動 然後希望大家可以在疫情的期間 好好的注意身體的健康 然後注意飲食 有時間的話 就是還是要在家裡 稍微的運動一下 然後增加你的抵抗力 然後讓我們一起度過這一次 我覺得我們沒有辦法 控制疫情的狀況 但是我們 絕對有辦法控制自己的心情 所以我覺得用正面的心態 去面對這個困難的時間 把這個時間當作是一個轉機 而不是一個危機 好好照顧自己 專注在想做的事情上 一切都會好的 總之呢 讓我們帶著健康的身體 心靈一起課 這次疫情帶給我們的考驗 好那今天的影片呢 就先到這邊 有任何問題 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我是紀元佳 下次見 掰掰